因為牽制解散國會這個東西 必須要立法院他倒閣 所以我是建議說那就解散國會 然後重選一次 假設重選之後民進黨過半 那就民進黨過半 那就完全執政 至少不會這麼亂 假設重選之後 還是一樣藍白加起來 贏過民進黨的這個習施的話 賴總統就請辭 總統重選 這樣不夠公平 社會社本來就這樣 立法院重選 總統為什麼不用重選 他願意的話我們大家都支持 本來就是要這樣走 對不對 這個上個禮拜 徐曉星對顧立雄先禮後兵 我就問大家 投票之前國防部的飛彈簡訊 是怎麼回事 是國防部的意思 還是國安會的意思 那就國民黨內部的民調 這個據說中南部影響好幾% 我請問你這選舉有效嗎 請問誰要負責 你國防部連衛星跟飛彈的英文 都不會 那國防部就解散好了 誰下的命令 不知道 剛剛巧欣提到那個村里長也很好 我問你 這麼多村里長被叫去做筆錄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就選完了 哪有這樣子的 那欺騙我的感情 那你那些村里長被叫去問筆錄的 那這個我就跟你講 這個就是政治偵訪 你這個就是政治辦案 來 端午節給大家看一個笑話 這個偽造郭董的連署書 賭場的小弟判刑 賭場的老闆 叫小弟去幫郭台銘連署 然後呢 這個小弟呢 他說我不認識什麼人 那怎麼辦呢 他就去找這個當鋪業者 因為你知道要去當鋪的時候 要copy那個身分證的正反面 所以從當鋪業者那邊拿到個資 然後自己去偽造郭董的連署書 我請問大家 為什麼一個總統的這個連署 會牽扯到賭場的老闆 當鋪的業者 然後最後一次 有賭場小弟被判刑 你有看過人家連署 連成這樣子的嗎 這個所有過太 我看前幾天 傅昆琦還在質詢 屏東縣議會的議長 還在收押 已經押了五個月了 要這麼久 所以你覺得這個合理嗎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個選舉很奇怪 亮哥提到這個民進黨三寶 那個沒有列進去的怎麼辦 列這幾個 而且剛剛前幾天講的 這個人根本不是民進黨的 他根本不是民進黨 你把它列民進黨 我們要公平起見 也要國民黨三寶 觀眾朋友我先提名一個 我先提名一個葉元智 另外兩個我不知道是誰 大家自己去填空 國民黨的立委的表現 我也實在是覺得這個點點點 然後現在有青鳥之後出現藍鳥 有沒有白鳥 這個民進黨的青鳥 國民黨的藍鳥 然後民眾黨應該叫做白鳥 為什麼 他這是怎麼 錢子他現在是要這個 從端午節之後 要發動輿論戰 要全台開打 要去花蓮 然後還有台南 什麼新北 台北 還要開始亂 民進黨的青鳥飛出台北市 然後國民黨的王宏偉 他們知道我們叫做藍鳥 然後青鳥跟藍鳥奉陪 這個端午節之後 還有很多好戲可以看 那我要請問賴總統 這個是你要的嗎 賴總統 你要看到 已經才剛選完幾個月 然後大家到各縣 大家又動員 而且到你的本命區台南 然後大家這樣在吵 我不曉得賴總統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賴總統你是主席 這個飛出台北市 是民進黨的秘書長林宥昌下定的 賴主席你不能說你不知道吧 對 除了這個 爭取年輕人的支持之外 也可以為2026操兵 或者為明年的這個罷免 來鋪路暖身 這是ET Today的針對這個 你支持哪個政黨 在國會改革的這個表現 立場跟表現 其實觀眾朋友你可以從這個表格 非常明顯的看得出來 國民黨沒有占到太多的便宜 國民黨的支持度跟民進黨 是在這個誤差範圍之內 這個沒有什麼好談的 剛剛巧欣講的 我的看法很簡單 因為國民黨團 並不是由徐小欣來指揮 在整個立法的過程裡面 國民黨一點瑕疵都沒有 不是 國民黨的瑕疵非常的多 而且巧欣是在國防委員會 你去看一下48委員會 傅崑奇 羅志強 他們在玩什麼 他們把48委員會 玩成什麼樣子 剛剛潛質提到這個 自由時報的專訪 我立刻就把這個 他的頭銜叫做資訊戰的專家 綠委沈柏洋 他講什麼 他說高風險群 高風險群有幾十萬人 幾十萬人 不是十幾萬人 然後沈柏洋說 一開始就要管好 為什麼瘟文儒雅的黃偉翰 會去批評沈柏洋 你一開始就要管好 你講的 然後他說要有作戰中心 剛剛我們跟巧欣 那作戰中心什麼中心 應對中國的作戰中心 沈柏洋講什麼 他說對國內的高風險群 進行控管 他剛剛講什麼 一開始就要管好 對高風險群要進行控管 今天去黃偉翰的專訪說 我絕對不會做監控 你也幫幫忙 你是劉美的博士大學的教授 你要不要臉 你前幾天講的你立刻就改口 那你當初在講什麼 你當初在講什麼 你不是要控管嗎 對不對 你不是要針對高風險群嗎 陸沛 陸森 村里長 立委 宮廟那些 宗教界 你不是要控管嗎 那你為什麼立刻就縮起來了 哪有這種事情 你講自由時報講的時候 說得這麼嚴重 然後被大家 不是只有黃偉翰批評他 很多人都質疑說 那你這講什麼 你是民進黨的部分去第二名 是賴總統清點的 大家幫你補成這樣 結果你講得這麼離譜的東西 被亮哥列為民進黨的三寶 然後偉翰今天專訪你 立刻就縮起來了 陳柏洋 出來打球 出來面對 你把你自由時報講的 那個概念講清楚 前子這個巧欣也有關聯 他講得很像國防部 國安局 這兩個都是巧欣的委員會 還有調查局 很像你們都沒在做事 很像蔡總統這八年門戶大開 第五重隊都跑進來了 是這樣子嗎 這樣子在京德還能贏 那這麼厲害 哪有你講得那麼恐怖 說有幾十萬人 第五重隊台灣高峰前群 幾十萬人 大家都我們還吃什麼粽子 滑什麼龍舟 莫名其妙 沒有 不要這樣子 你不是認知戰的專家 我不認為你是專家 不然你講出來 你講出來是誰 那你要怎麼管控 你講得很像蔡總統都沒在做事情 國防部 國安局 調查局 大家都在吃吃吃吃吃飯的 不要這樣子 年輕人 說得好像眾人皆罪你獨行 笑死人了 我認為兩種人風險最高 一個是立法委員 一個是村里長 為什麼 因為立法委員 第一個 如果 立法委員 因為他常去中國嘛 現在 他又可以接觸大量的國家機密 所以他的風險整個就往上提升 然後再來 就是他作為中間人的風險提升 然後村里長也是 因為村里長是負責台灣之後 每個地方民房的指揮單位 只要村里長更越來越多人 譬如說圈投降協議等等之類 他可以在戰爭一爆發的時候 直接讓台灣抗敵的抑制 又或者說在台灣散播假消息 他是第一時間能夠做到的人 其實剛才沈柏洋他在講的 我們要回到他一開始談 所謂第五重隊的時候 他所說的人數有多少 他當時第一個時間的說法是 高風險的第五重隊人數 有高達數十萬人 就現在改成說 就是立法委員跟村里長 我請問一下 就算你把所有的立法委員 跟村里長都說成是第五重隊 那數十萬人是哪裡來的 所以其實實際上你把所有的 陸配陸生跟大陸有關係 到大陸做生意的你的親人好朋友 只要跟大陸有任何一點接觸的 他都把你視作為第五重隊的 高風險族群 他才會這麼說嘛 所以他說他不是要監控 可是他要你幹嘛 他說你去大陸以後啊 你要先報備 政府說你可以去你才可以去 去了之後回來要幹嘛 要寫報告 所以我在想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 法歇斯主義 這還是一個民主嗎 當我們在說尊重中華民國憲法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裡面其中一條就是什麼 我們要有人民遷徙的自由啊 結果連現在大陸你去旅遊的自由 很多村里長 我們是有國安無法的喔 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很多村里長他只是去大陸旅個遊 一大堆人被帶回去偵訊 然後甚至有一場偵訊 以台北來講 全台北一大堆曾經喔 可能在前年去過大陸的人 全部都被叫過來 來來來給你做偵訊 偵訊了一整天 那這難道就是我們所謂的民主嗎 我們所說的自由嗎 所以我覺得喔 其實他們現在是不願意面對一件事情 還是回到王毅川身上 還是不願意面對王毅川 在5月27號所說的 政府會監控人民這件事情 所以你才看到王毅川去掉蝦嘛 為什麼他要掉蝦 他想要讓大家覺得說 不心虛 我還是有出現在大眾的面前 但實際上接下來下個禮拜 我會把真相告訴大家 就是說你到底是你用膝蓋AI去想的 還是真的有人給你資料 不要以為說你躲得過一時 可以躲得過一世 為什麼可以有所謂的一份資料 有基地台 有交叉比對 可以去區分青鳥還是小草 光是民進黨就應該賴清德總統 就不應該在端午節的時候 在那邊吃粽子 應該要出來大聲的告訴大家 沒有這件事情 5月27號早上你們有沒有開主管會議 你們有沒有開主管會議討論相關的數據 有或沒有這是一翻兩根眼 結果媒體去問民進黨的時候 民進黨說什麼 本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故不再回應徐巧新委員的問題 你對於我提出這麼具體的一個時間點跟討論內容 你都說不出來了 然後你現在有時間在吃鹹粽 為什麼這個賴清德總統要去跟吳沛毅還有黃捷他們 一起吃粽子呢 我告訴大家 因為其實實際上面是因為最近的所謂的罷免風波 而以台北市來講最有可能 我們只看數字喔 不看沒有正當性的問題喔 我也沒有主張說我要去罷免民進黨的任何一個人 我們就說如果你只看數字的話 最有可能會被罷免的對象就在他旁邊 所以就兩個人跟他拍影片 黃捷還好黃捷的選區購慮 可是他們是為了一起搭配這個吳沛毅 因為吳沛毅當時在這個選舉裡面 他只拿到39%的選票而已 39其他人大多數都拿到50%出頭 那39%來講的話 如果今天真的要亂罷免一通 沒有正當性的罷免的時候 其實最危險的恐怕不一定是國民黨 反而是民進黨 但我們當然不鼓勵嘛 我們沒有人在鼓勵說要大罷免時代 只是為什麼要因為國會改革無法通過 就開始去一個一個喊罷免呢 推動國會改革無法的人就要被喊罷免呢 那這當然就會變成是說 好 那你今天如果你要 好 假設你說你要罷免業員支 好 只是因為業員支 他當時是險勝 那這時候國民黨也會說啊 那民進黨是不是也有險勝的 那我也來罷免民 那你這樣罷來罷去有什麼用 最後談一下柯建民喔 為什麼他要喊說 那要這個倒閣好重選 因為他對黃國昌有恨啊 因為你罷免來罷免去 罷免不掉不分區啊 所以他想要把不分區也包進來 看能不能把這個黃國昌幹主理法院 所以才說呢 那乾脆整個解散國會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這些都不是 這些對賴清德總統來說都不好 你只看到了就是說國會為了 這個國會無法的改革 跟行政體系不斷的衝突 那我請問一下 從賴清德520上任到現在以來 除了吃粽子之外 大家對他有什麼其他印象嗎 反而是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傷喔 受傷最大的之一 也是賴清德賴總統